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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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法律上 我母亲具有独立的完全迷失行为能力 他长年退休在亚 就居住在被征收的房屋当中 而常德的政府和法院却不去找案件的当事人 却要跑到我的工作单位 对我这个毫无关系的非执行对象 以执行公务的民意进行碰瓷 并且虚构一个以暴力威胁阻碍执行公务的民意 进行非法拘留 这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 在整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常德市武林区法院所谓的执行公务是指送达文书 而不是抢楼文书 也是常德市武林区法院自己宣称留置送达完成 并且还进行了拍照录像 自己宣称公务已经执行完毕 然后离开 然后却又趋而复法抢夺自己宣称 已经完成送达 并且还进行了拍照录像的法律文书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什么时候使用过暴力 什么地方有过威胁 什么时候阻碍了执行公务 在中国法院可以随意抢夺已经完成送达 并且还进行了拍照录像的法律文书吗 政府和法院可以随意的抓捕一个合法的公民 然后以虚构的罪名进行拘留 去威胁他的亲人进行征送吗 这就是你们所谓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吗 请大家转发这个视频 我要告诉长德市的法院和政府 作为一名退路军人 我绝不会向你们的腐败和强权低头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欺压百姓欺压惯了 那么从我开始就绝不会再惯着你们 有线门的东西 我们回来的看法 这就是小谜这些人 对沙画的东西 你们能够购买了 所以靠近这些人